台北市天母百貨公司嫌 金船見血案 一男子沒有依照排班順序搭計程車 被拒載了就當場抓狂 罰出49公分長的武士刀 砍傷駕駛的背部 而他一直都是地方上頭痛人物 被稱作電音黑幫 兩天前才剛出獄 現在又觸犯了四條罪嫌 已經遭到法官裁准收押 赤裸上身男子大腰大背 走到路中間不斷揮舞著東西 民眾一看不得了 竟然是一把武士刀 還開始雜刷起來 又拋又灰 掉了再撿起來 離譜的是他剛剛才拿著這把刀 砍傷記者稱問長 上我的車以後 然後帶著武士刀 然後說要去桃園 我說大哥你帶著武士刀 我不敢在意 就我要離開車上 他就拿刀砍傷 49公分長的小武士 很鋒利 藏不住也沒有藏 23號早上7點多排班司機在台北市天母 中城路上的百貨公司前等著載客 嫌犯沒有按照計程車的揭克順序上車 上了第二台順位的車 問長好心提醒要他改搭第一台 不料他卻突然抓狂砸車 害傷人 掛在後面要給乘客很有救急的 他就刺過來 先刺貨然後才刮傷努力 前半是轄區內的頭痛人物 有著電影黑幫之稱 脫序的行為不止一樁 今年1月才騎著 像瘋火輪的平衡車 向路人說要交換機車來騎 對方拒絕就砸車 去年11月背著吉他 在自己家樓下彈奏還亮槍 這跟問長什麼N音樂是不是啊 那X的 兩天前才因毒品罪被放出來 現在又砍人 再度被依殺人未遂等 四項罪行引送 記者黃巷林張顯 台北採訪報導